大家好 今次吃這個 厚切豬扒的即食拉麵 Norsen有兩間分店 是pop up store 做到整間 都是賣勇姐豆樂龍的精品店 好兄弟生長上院 在大伯就買了這兩樣東西給我 這就是曲奇餅 因為太好吃了 所以吃光了 味道是牛油曲奇的 很香牛油味 但當然啦 曲奇餅都是做到屎萊姆的形狀 所以買來送禮做手信是一流的 另外呢 這個是非常喜歡的一把傘 表面是黑色什麼都沒有 在邊邊有隻屎萊姆公仔 但打開之後你發現裡面全部都是屎萊姆公仔 但問題是這個只有一個尺寸 這把傘子大人用就真的格攝了少少 小朋友 如果你家裡有小朋友的話 買一把就沒問題 這把傘子是1700日圓 曲奇餅是1440日圓 還有開大阪和日本 真的去那間Nawson那邊看看 包你買到東西 好 言歸正傳 開了這個即食麵糰 這個就是ACE COOK的豬骨湯底 叉燒拉麵 但是它的特別之處就是 它的叉燒是1.5倍 好兄弟一看到這個就想起我 馬上買回來給我試一下 現在打開你看 好兄弟 喂 OK 好 叉燒真的比較大 比平常我吃濕麵的那種 尺寸真的大一點 厚度方面就差不多 吸了碎之後應該會見真章 另外一包湯粉 除了粉之外 就有些蔥 還有好像是 是不是有些芝麻在裡面 好像有少少芝麻 至於麵身就是粗麵 它的份量都很大 像日清的大杯莊那種 那種尺寸 那種份量 真的很大 全部倒出來才知道 原來不僅有蔥 還有筍 那些 是不是筍 還是那些 不知道是不是海帶 還是 一條條的 爽口那些 好像是海帶 好 倒了熱水下去 它寫就寫三分鐘 看自己的衡量 如果喜歡吃硬一點 就扣底 OK 三分鐘完成 那東西吸了水就是這樣的 那你問我大不大快 我覺得大了一點 那 至少有個厚度 你看看 也有整 Eye Masser 我想應該也有4mm 這隻它吸水也吸得很厲害 你下水下得那麼準 它很噁心 沒有了那麼多 整體做宵夜OK 湯底就沒什麼特別 就不是很濃的豬骨湯底味 但是麵身 它不是粗的拉麵 它是中身 那 那真的不要露太久了 我 兩分多鐘 我計算自己 數個兩分多鐘 那麵身就 有一點咬厚 這樣就硬身一點 那當然 如果你個人喜歡吃軟一點 就浸了三分鐘 叉燒是厚的 真的有口感 你咬下去不會太薄 但是呢 其實它吸了水之後 那個尺寸也是 再大了一點點 整體是比其他牌子的 那塊叉燒 都是大快一點的 貓叔都覺得值得一試 如果沒吃過的話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按個like 如果想繼續收睇 按個訂閱 好多謝兄弟 山上上院買東西給我 Love you brother 拜拜